一头小狮子很调皮 居然头脑一热爬到了一棵树上 但是上树中一下树难 现在的小狮子就面临这样尴尬的局面 它如今四条爪子抱住了树干 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成功下树 这可把小狮子挤得心里团团转 也许大家会很疑惑 就是狮子应该不会爬树啊 那它是怎么学会这一技能的呢 这怎么说呢 你们听我细细道来 因为大草原狩猎越来越困难了 狮子为了不被饿死 它就不得不寻求办法 花豹作为大草原公认的打工豹 狩猎动物的能力可谓是出类拔萃 关键这小子每次抓到猎物以后 不会全部吃掉 而是喜欢拿到自己的树上晒腊肉 等到没吃的时候 再拿出来吃久而久之 打工豹喜欢晒腊肉的这个消息 就风一般地传播到了狮子耳中 一想到有现成的肉吃 狮子就开始起了坏心思 那就是与其亲自去狩猎 还不如打劫花豹的食物来得更快 这样既避免了危险 而且还能省去捕猎的烦恼 可是狮子不会爬树技能啊 想要打劫花豹的腊肉 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了尽快地吃上腊肉 狮子们就努力学习爬树技能 正所谓学习药葬娃抓紧 这头调皮的小狮子也在学习爬树技能 估计是对自己很自信 没学几天的小狮子 就来到了花豹呆的树前 眼看对方没在家 小狮子就兴奋地爬上了树 很简单很轻松 不过让小狮子很是头疼的事 那就是树上根本就没有腊肉啊 也许是花豹那小子吃光了 既然没有吃的 那就只能原路返回了 直到这个时候 小狮子才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那就是他不会下树啊 这就有点搞笑了 而树下围着一群的狮子 他们都是小狮子的兄弟姐妹和长辈 看到自己的同类被困在树上 一群在地上的狮子也是急得团团转 他们只能干瞪眼 根本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你看看小狮子那一脸无奈的神情 他站在一个树干上左顾右盼 一直在思考着如何才能下树 要知道这棵树还是蛮高的 小狮子如果直接跳下树 不用猜 肯定是会断手断脚的 但是就这么一只原地不动 似乎又不妥 因为小狮子的体力有限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而不掉下树 看着地上一群长辈的阴气希望 小狮子知道要想安全地下树 那就只能依靠自己了 经过不断的尝试 小狮子就选择了屁股朝下 两个前爪抱住了树干 然后跟爬树一样 慢慢的后退下去 这一招办法果然奏效 不一会小狮子就来到了草地上 妈妈看见了 赶紧过来夸奖他 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啊 让我们为小狮子的智商点个赞呗